KK Mart二度遭到汽油弹攻击 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拉扎鲁丁谴责暴徒行为 并强调警方会采取行动对付涉案人士 拉扎鲁丁接受《阳光日报》访问时表示 警方将援引刑事法典第427条文对涉案者采取行动 因此警告民众不要在KK Mart袜子风波上动用私刑 以免抵触法律遭到对付 他说大马有相关法律对付违法者 且涉及KK Mart袜子风波的案件已经完成调查 相关人员已被提控上庭 刑事调查检控组还密切监视社交媒体上与种族 宗教和皇室三二有关课题与言论 他说尽管这些涉及宗教和种族敏感性的问题 经常被反复提醒 但仍然有人不予理睬 为此警方也不会在此类案件上妥协 并采取相关行动对付违法者 KK Mart在售卖带有真主字眼的袜子后引发争议 巫统青年团团长阿克马更是声称抵制KK超商 周二 KK Mart创始人蔡志全 董事Losu Mui及供应袜子的八珠八辖新建昌有限公司 供应商的三名董事 五人皆被控上庭 尽管五人已被控 但近日有两家KK Mart分行 一家位于彭亨关丹 另一家位于霹雳美罗 军遭不明人士投掷汽油弹 赌远不明人士投掷汽油弹 成功 赌迹瓶 蒜辣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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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呼